這個球 火哥 真的不用他是太可惜了 因為國際賽他的打擊表現 確實是讓大家 我想永遠忘不掉 已經不是印象深刻了 不同觀想 球數落後 照樣是敲出安檔 這是今天中華隊團隊的第二支安檔 所以他對於自己的攻擊的位置 設定得非常的棒 所以也不會受到球數落後的影響 不可惡